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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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黄马不是不想卖 是卖了没人用 Q2 马赛洛对黄马真的这么忠心吗 马赛洛想不想离开黄马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马赛洛闹着加薪这事 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这次表决心 说不定还可以借机寻求掌心吗 此外 一甲的整体竞争没有西甲强 去了一甲会不会影响到他在国家队的地位 也是值得马赛洛去成恒的因素 Q3 游玩非和如此忠情 马赛洛首先 马赛洛应该还可以算得上世界第一组后卫 但是游玩对黄格桑德罗 实力也是很出众的 按理说的不用如此伤心动骨 这个目的很明显就是激活C罗 一甲已经进行三轮了 可C罗还颗粒无数 游文的高层肯定交集 他们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的努力激活C罗 上轮让夸德拉多打到边后卫上 目的就是为了复制马赛洛在黄马作用 只可惜夸德拉多长得像马赛洛 能力上却不挤马赛洛 夸德拉多顶得上去 却退不回来 直接导致了游文的失求 对于游文来说 在一甲登顶 也只不足以满足管理层的要求了 他们更看重的是能否夺得了欧冠奖杯 这样一来 激活C罗成为那些阶段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买来和总裁默契满满的马赛洛 无疑是最简单直接的解决方案 Q4 马赛洛能否如愿中老伯纳乌 我非常肯定的说 不可能 为什么 理由再简单不过 在黄马没有忠诚 只有利益 在黄马面前讲忠诚的一文不值 想想当年的老尔 15岁来到黄马 17岁就代表球队出场 代表黄马的第二场比赛就进球 进球如麻 帮助黄马获得荣誉等身 被球迷尊称指黄马 从我知道足球开始 就知道朗尔之属于黄马 但是无奈 2010年 黄马 还是把他们的王子买到了德国 朗尔在黄马下历16年 或 但荣誉数都数不过来 即使这样都不能在伯纳部留下永久的座位 还有卡西利亚斯作为黄马一手培养起来的球员 1990年来到黄马清训 1999年代表一线队出展 连续五年世界最佳门将 如果说朗尔是黄马 巴莱的球员 最后被卖掉还有理由 但是卡西利亚斯可黄马自己培养出来的球员 更何况卡西的位置是门将 即使能力下降 年纪变大 也可以对卡西剔赌门将 甚至第三门将 卡西都会接受的 因为卡西把所有能拿的奖项都拿到了 已经无欲无求 剩下的就是一个人一座城的伟大传说 就是这样黄马都不给机会 在2015年的夏天把圣卡西 卖到了伊利比亚半岛的另一边 葡萄牙 还有我们的霸道总裁C罗 C罗在黄马这九年 真的不用我用文字还诉说 大家都能看得到 我用文字还用文字还用文字